大家看看2022年Pair One 第一條題目 都是那些例牌的東西 即是要把它轉為 positive index 的遊戲 其實每年都有一個 positive 正的字 不過如果你爆冷 突然變成沒有這個字 或者是 negative 又突然轉了 那你就可能把東西完全刀轉了 Positive 即是說如果它是 negative 的話 你就由分子變成分母 分母變成分子 那下次如果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塞機無神爆冷 變成 negative index 的話 那你就分子變成分母變成分子 然後變成負數 我待會後來展示一次給你看 如果是的話 看看這次 他們說A 3 次 B 的負二次 負二次 的括弧是四次 就除 我們A 的負五次 B 的六次 那次方的次方就會是兩個東西相成 然後呢 兩個東西相除 你的指數就相減 那就是A 的12 就減負五 B 就是負八 就減六 那最後呢 你就會是A 的17次 就 B 的負14次 你有Positive Index 那你這個負次方 你就扔到分母 那這樣計就已經可以了 那你已經是全名了 那如果下次爆冷 那無端端變成負四次 一定要你用負的次方來表達的話 那你的答案就倒轉 那你 B 的負14次 除以A 的負17次 那當然啦 他有沒有這樣考過呢 從來都沒有的 這些是前瞻性 告訴你 可能不知道哪一年 他貼了哪一筋 可能會改了這件事 不過我不是貼的 我只是告訴你 就是告訴你 有這樣的玩法 他如果轉的話 你就要懂得跟著他一起轉